今天我给大家做的就比较简单 就是蘑菇炒肉片 听起来就非常的鲜美 对 你去买蘑菇买大朵的 一朵一朵的 这样炒出来好吃 肉就用五花肉就可以了 五花肉 红青椒 姜 葱 大量的蒜 为什么要大量的蒜 因为这个蒜味跟蘑菇味融合在一起 那个味道是不一样的 平时我们家做这个蘑菇炒什么 从来没有蒜 你今儿尝尝好不好 尝尝我放蒜的 来点酱油 也可以不要放酱油 你要看是白色的 好看 盐 料酒 炒起来是这样的 开火 还是不放酱油吧 还要放入卤花花生油 让油温到六成热左右 我们首先要放的是蒜 大量的蒜 大量的蒜 你看我有小半碗 也蒜到去买 其实多吃蒜也好 对啊 杀菌啊什么的 先把蒜味给炒出来 然后呢 再把肉片倒进来 已经变卷了 颜色也变了 对 就这样 炒过之后 蘑菇都倒进来 这是大工程 要变锅 加点料酒 加点盐 不用酱油 不用酱油 盐别放太多 你看我这一勺 我是很均匀地往里放一些 不是放很多盐的 没有放完 对 来 加点水 够了 好 这一丁点 可以再来一点 好了 因为这个蘑菇啊 它煮出来 是有水分的 你要水放太多了 待会就全是水了 而且它一遇水吧 就塌了 就没了 这时候把姜和葱倒进来 中国的食材 真的特别有意思 七红椒 它每一次用姜葱蒜 基本上都要用 但是呢 每一次它水用的料都不一样 焖一会儿会儿 让它充分地变软了 变熟了 其实现在已经熟了 熟了 但是把它焖一下呢 就是那么软和 味道更浓郁 没错 时间不用太长 也就一两分钟 一两分钟 蘑菇果然全都塌了下去了 对 要有一点点汤汁 看没 你看 不用放酱油 关火